孟子的母亲 周朝日三代 这是孔子称为圣人的 文王 武王 周公 这是孔子一生当中 姓孟最佩服的 怎么成绩的 母亲叫出来的 所以先由圣母 而后才由圣人出现 所以中国叫女 比较子更重视 夫妻继合 并不是围着 像现在这个爱情的关系 不是 传承道统的关系 随过去 随时没所知也 父母之命 那父母对儿女的爱护 那给他选择对象的时候 比自己要确实要高明度 他有经验 他有智慧 都是选择最优秀的 所以古时候很少看到有离婚的 那你看看中国古里 这个结婚多琐碎 都隆重 什么原因呢 就是告诉你 你一生只有第一次 没有第二次 不可以轻易谈离婚的 哪有那么随便的 所以这是家的维系 就靠这个妇女 这是我们明白过去 这个传统的时候 你对他起了尊敬的心 这个任务不相同 所以父母 这个母亲是肩负的时候 教育下一代的责任 下一代 家里有没有人才出来 完全靠不穷 所以母亲是 这一个人一生的时候 第一任的老师 所以弟子归不是给小孩读的 也不是教小孩的 中国教小孩是教儿阴海 教父出来教儿阴海 阴海是刚出生的 他一出生 他睁开眼睛 他会看 他耳朵他就听 他已经在开始学习了 所以母亲跟他是最亲近的人 是他最好的榜样 他就开始学习 我给他 在他面前 这个言情举止都是正面的 绝对没有负面 就让这个小孩 你看他从出生到三岁 一千天 这一千天叫砸根教育 这个根砸好了 所以古人有一句谚语说 三岁看八十 这个根砸好之后 外面就是不善的环境 他都不会沾染 他自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无 所以中国教育是如何永远保持你的本性 本性是善的 习性是不善的 所以这个母亲的功德比什么都大